一个大堂的分析 我们来看羊的抖音 从20年的9月9号开始 很明显可以看出 从去年9月开始 就有9号的约定 而且羊真的有在坚持 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为什么6月7月不发呢 因为6月双方位 分吵得特别凶扬 应该挺生气的 所以6月7月的9号就没有 没等到约定 但是等到了联合倡议书耶 那昨天12月的9号 为什么也没有呢 因为毒蛾又吵战了 羊又生气了 所以12月9号的也没了 所以12月9号的也没了 羊总巴基务期这次保守 估计1月9号的也会没有除飞 这里就不给建议了 你们慢慢领悟吧 而且有个关键点 他们是12月8号同时发的 说明肯定是讨论过的 但是为什么要选择12月8号发呢 毕竟已经吵了好多天了 所以128懂得都懂